躺在煉金樹上吧 哇 跟蠻女人不一樣 啊 就是沒這種 鹹 鹹於樂 下魯 哎呀 抱歉 不要這個臉啦 米露卡 在中央留學的你呀 是我們的 董藥呢 我們兩個一起來做大事吧 好不好 也是 那我還有工作 先閃囉 他的鞋子會不會太大了一點 他在鞋子下雨鏡的話 鞋子都可以綁金魚了吧 我在幹嘛啊 雖然做這種事 我遇到伊魯卡也沒辦法啦 我遇到 我遇到 哦 歐拜會咬耶 啊 這邊也是那邊也是 到處都有 但是搞不好會有能用的呢 诶 那個不是礦石嗎 哎呀 還是只是單純鐵穴呢 但是 今日的鞋子 那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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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搞不好今天垃圾中 會有珍珠呢 工作工作咯 有精神的撿垃圾啦 靠北 所以這隻妹子是石荒妹哦 好慘哦 我為什麼要 我玩一隻石荒妹呢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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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英雄 啊 用掃把掃光她們 為什麼要玩一隻石荒的女主角 可不可以給我玩一點好一點的女主角啊 為什麼我一定要在那邊石荒呢 好可憐哦 我真的第一次玩到一個女主角開場在掃垃圾的 我真的沒玩過一個女主角開場 只能掃垃圾而已 好淒涼哦 還掃得很開心 更讓我覺得更淒涼了 重點還可以採取垃圾 你為什麼要採取垃圾啦 你不能採點別的嗎 重點是在掃得很開心耶 好可憐哦 看來有垃圾 喂 你們想個小屁孩 小垃圾 走開 沒垃圾啊 奇怪 應該有個垃圾才對啊 嗯 可是他好像打工吧 他剛剛不是講的很像打工的感覺 他是算日新的吧 照剛剛對話來講他是算日新的啊 欸 怎麼沒垃圾了 啊 是你 你就是垃圾 快 把他塞進垃圾袋 把他塞進垃圾袋裡面 欸 那個垃圾 然後不在這裡嗎 還是這兩個是垃圾 噢 找到了 找到了 這些就是全部了嗎 好 回去跟拉烏魯報告吧 齒荒開 垃圾妹 他掃完了還會去報告 話說他掃把 咳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掃把的長度怎麼看都不可能掃地吧 這掃把根本是蹲在地上那種掃 掃 掃 小東西用的吧 這長度不太對勁啊 等一下 告訴我他掃把是可以伸縮的嗎 哇 腿好白哦 話說回來 每天要掃垃圾的人 腿還可以那麼白 個人不科學 拉魯 垃圾掃完嘍 啊 辛苦啦 夏莉 來 報仇 啊 幹 五塊錢他媽的 我掃了五個垃圾給我五塊錢 你他媽的跟我包蛋 氣死我了 我去喝杯水 他媽掃那麼辛苦給我五塊錢 五塊錢 五塊錢 你 連 連顆桃 核果都買不起 我這核果還要五十塊了 他媽的肚子 果然是幾個上面 失敗 太便宜了吧 有意見嗎 沒有啊 你再加一點點嘛 看那這樣我就...那這樣根本就是出本本的劇情啦 沒有錢的下力 只好跟媽媽兩個人一起 呃... 呃...賣...做家庭手工藝 那想要多增加點報酬的話 就...增進自己吧 幹你老師!掃垃圾是要增進什麼啦!是要鍛鍊什麼啦! 鍛鍊掃垃圾...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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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LV2喔 你看他講的跟我一樣吧! 不過是撿垃圾要鍛鍊什麼嘛!有什麼好鍛鍊的 沒這種事喔!掃垃、撿垃圾也有不同的效率呢! 人們啊!都是從小地方開始累積的 幹你不要講的一副好像理所當然了! 你就是不想付我錢就對了! 我也想要做一些棒的動的這種大事 那你有什麼計劃嗎? 嗯...嗯...啊...還沒有 但是等要再大面的東西就來不及了! 等我找到大東西!那你就會後悔了! 在這裡啊! 哇!真是個...真是個...真是我們吵吵鬧鬧的小姐呢! 只是有...只是太精神了啦! 好啦!那大致上我知道了! 那... 高氣功清街道!什麼鬼啊! 那麼...這個鎮上的問題就是那個吧! 那麼... 你們想故作什麼神秘? 你們要故作什麼神秘? 那今天的工作結束囉! 好啦!算了! 你仔細想一想! 這個人的工作每天就是到那邊報到 然後到街上掃五個垃圾 然後就結束了! 也是啦! 他一天的工作時間不到十分鐘! 你領五塊錢也是剛好啦!仔細想一想! 仔細想一想! 仔細想一想!這樣是也給你五塊錢也沒錯啦! 掃五個垃圾就回報! 然後就說今天工作結束了! 你這樣是也領不到太多錢啦! 那... 那...就是在這個小鎮上面 這個...這個...這個...下鎮上 也沒什麼辦法弄面金術室呢! 嗨!米露卡!媽媽! 我的未來什麼都看不到呢! 拉烏拉!那個小氣鬼! 那個守財奴! 唉... 對啊!他真的也不能賺錢吧! 哎呀!太太!你又回來了! 啊!太太好棒喔! 太太真是我...心中的綠洲啊! 欸!頭髮也是綠的! 然後也是綠洲也有水! 我是說太太會幫我們弄餐點 會有給我們水! 啊!小莉醬!回來了! 今天也辛苦囉! 歡迎回來了媽媽! 回來囉!我肚子好...好餓呢! 要好好洗手喔! 要好好洗手喔! 媽媽!你真是的! 要把我當成小孩當什麼時候呢? 呵呵呵! 小莉醬是我的可愛女兒 呃!優點! 哦!是優點的意思! 啊!嗯! 小莉啊!小莉醬! 不管什麼時候都是我最棒的女兒呢! 還不是這樣呢! 好啦!啊!那麼在準備好之前你就先等著吧! 嗨! 好! 光榮好像有支援吧! 我記得光榮後來有支援他們引擎的樣子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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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佹孔佹孔佹孔汤! 家具蜂蜜吧! 不行啦,這個媽媽至能也不太高的樣子 看來看來這個媽媽跟夏莉的癥都不是很高 果然是遺傳的 。 這什麼歌啊?好遜喔 你剛剛自己掃地不是也唱歌 喂! 進棉被啊! 你幹什麼不進棉被睡覺?你棉被幹嘛裝飾喔? 大事啊 不止老魯這麼說,米魯卡也這麼說呢 米魯卡有最新式的練成器,還在中央讀書的知識 但是我只有自己學練金術也沒什麼精神 怎麼辦呢?這樣每天下去 喂! 脫鞋吧!小姐脫鞋啊! 你睡覺穿那麼多!你睡覺不但戴帽子、戴耳環 還戴腰帶、戴包包、還戴鞋子 你好歹也脫一脫包,我也是不要求你把衣服脫光啊! 至少你把身上配件拿起來好嗎?我看的都很難受耶 怎麼都好,不要撿垃圾就好了 啊,身上去更寬廣的世界呢 媽媽應該也沒脫吧,我覺得媽媽大概也沒脫吧 總之啊,希望大家認可我 媽媽也會讓媽媽高興吧 有沒有什麼事我才能做的呢? 穿鞋子睡覺吧 穿鞋子、穿腰帶、戴帽子睡覺 待會就你了 登登 欸,那不是艾夏嗎? 然後艾斯卡和小白臉 黑長直和低智能綠毛 他可能更沒有穿胸罩吧,我覺得 看起來超病焦的啊 你看這樣就很病焦啊 我覺得那個黑,那個 黑夏莉就是感覺 看起來超病焦的啊 就2D圖超病焦 3D就很可愛 這是祭司嗎? 欸,好帥,小劍士 全部幹也太快了吧 有煉金術啊 這世界有煉金術啊 哇,第三號使徒爆炸了 快看啊,第三號使徒爆炸了啊 得到哈龍一顆,經驗值一萬三 金錢兩萬 經驗值不會一萬三那麼多了 破關了,各位晚安 呵呵呵 有啊,肩膚營復健啊,有啊 啊,選主角了 啊,下麗斯提拉 啊,在船,靠船藝族啊 所生活的邊境的 部落啊,魯西歐村的少女 啊,因為村子缺水 所以要來找方法啊 啊,代替生病的現任組長到 綠洲之街,斯蒂拉特 下洛提,啊 啊,綠洲之鎮 啊,史蒂拉特 住的一個自由的少女 是,就是自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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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 從父親那邊 繼承了簡單的煉金術 每天過著撿垃圾的日子 BIG NINARU 想要做件大事 這樣子追著她的夢 沒有太太可以選嗎? 這遊戲很糞耶 可以選個太太嗎? 好啦,我們標,我們 我們的底面放的都 都是黑長直的 就黑長直吧 哇,又有難度可以選啊 我看看喔 先玩輕鬆的啦 別那麼自虐 一張 先亮前的月亮 只好玩黑長直 然後 沒有啊 因為綠毛那邊的配角比較好啊 主角我是喜歡黑長直 可是綠毛的配角比較好 對 你在吃什麼? 好像在吃棒棒耶 呵呵呵 吃雞腿棒棒 你真的有吃嗎? 你根本就在嘴一直去蹭吧 我看你能蹭多久 你這樣蹭兩個小時 也不會掉一塊肉的啦 最多掉兩塊皮 別蹭了好嗎? 雞肉都累了 快啃好不好 木鼓木鼓 還沒吃完啊 等一下 他是 大食屬性 還是 慢食屬性 是哪一個啊 喔他是吃的慢 我以為他是吃很多的 不好意思啊 我從以前開始 吃飯就很慢了 然後又很喜歡吃肉 然後又很喜歡吃肉 那越吃越來越 這樣就更慢了 因為 我喜歡肉嘛 有什麼不好 沒關係 肉很好吃啊 沒關係 肉很好吃啊 你也 你也 ユリエ 在到斯蒂拉特之前吃完吧 嗯 總算要到斯蒂拉特了呢 啊 還要聽尤莉亞繼續介紹街上 一定做得上什麼呢 聽好啦 聽好啦 夏莉 史蒂拉特跟我們村子不一樣 不是都是好人 會有騙人的傢伙 要小心 哥哥你真是太擔心了啦 我就那麼不值得 信賴嗎 是不太值得啦 大小姐不妙了 大小姐不妙了 怎麼了老爹 雷電龍出現了 啊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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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因為我喇叭比較大聲 在近麥克風會有一點回音正常 雷電龍啊 在黃昏之產的大型龍 還到這了 為什麼 之後再說 總之先甩頭吧 先甩掉他 哇 一開場就有OP 喔 好大隻喔 也沒有很大隻啊 還好啦 炮擊彈預備 左閒彈幕太保 對不起很大隻我錯了 真的很大隻 開心 fors 欸 W innocence 喔喔喔喔 哇 好大的投投啊 乾了不起啊 頭大嗎 吃我的白自我東方七星陣啦 看我轉個十2.5 八四三點二五倍 ish 哎呀 智障 根本低智能笨龍 這就是史蒂拉特 但是這個速度的火 講真的不妙啦 X2Z OEIX 安安 12.25 幹 我覺得他們把他被趕出城鎮吧 這沒有被抓去奴役個十年還債我覺得都很了不起吧 喂 你拆了人家小鎮啊 你是自己沒水還要讓人家小鎮也沒水是吧 無敵人家小鎮 事情就大概知道了 威莉絲所說的話也不是不是的話 原來如此事情我大概知道了 看來優莉娅不是在說謊 不然咧你有沒有喜歡才撞你們城鎮哦 事故也沒辦法啦 幹你好豁達哦 你居然這麼大發你可不可以給綠毛多加個五塊錢我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說,要早點做個處置,港口那邊已經一片混亂了 有啊,其實你們沒有看到那個船底下有很多紅紅一攤一攤黏黏的 只是礙於劇本那些人是配角就算了 就看一個小男孩說,爸爸媽媽 然後爸爸媽媽就變成船底下兩塊黏護蠟雞的那個紅紅的一坨黏塊 然後我們夏立就愉快地繼續他的旅程 然後那個小孩就重執過著悲慘的日子了 總之,啊,之後你們就來幫忙來幫忙就是跟中央的那個就是文件啊 還有組長,啊,要修復港口需要不少物資 還要跟中央講,不過啊,別太期待囉 不好意思啊,拜託你啦 那個,我們是來到史蒂拉特拆你們房子的 大小姐啊,那件事之後再說吧 我也這樣覺得,你會把我們成人拆成這樣了 其他事之後再說好嗎 可是,你都拆了我家,你還想怎麼樣啊 現在我們沒有時間嘛,管你們的事 不只是修這個港口,還有很多要對應的事情堆積如山呢 但是我們,誒靠呀,我覺得這個女主角有點,有點Cookie有沒有耐耶 這個女主角有點那個耶 有點那個耶 有點KY耶 你把人家小鎮撞了還跟人家說我要藥水 你先把人家修小鎮吧 安靜呀,下令 改天再說吧 有什麼了不起,我有一次開東方七金陣 然後開完就有三顆暗珠,靠北 氣死我了 如果可以這樣的話,就幫大忙了 公主病,我知道了 下令嗎 什麼啦 沒事 總之先調查一下港口的被害狀況 還有你的受傷人的對應 不用對應了啦,那些人都變肉泥了啦 都是晚餐了 齒特拉蒂移民的復仇,沒錯 我的爸爸原本跟媽媽很開心要帶我去吃飯 結果一艘船進來,他們兩個就變成肉泥了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唉,都沒問到話呢 真是的,才穿那些叫在搞什麼啊 發生這種事情,卻什麼都不說 喔喔喔喔喔 欸,這不是靈卡嗎 這是個眼鏡靈卡 看來還是另外一個 老魯跟中央的工作人 可是戴眼鏡了 可惡變成臭眼鏡靈卡了 那,那個 中央的工作人員正在調查港口的破損狀況 這米花死人會是拉爾 靠腰 然後其實兇手 然後,然後死的是拉爾 然後兇手是那個綠毛對吧 因為工資太少了 因為,我掃了地 他只給我五塊錢你知道嗎 然後背影就要想起柯南的音樂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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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那,還有那個 總是要去問問看那個有那個船的所有者 問他什麼狀況 啊,不行啊 就說就是要這樣助理 正式的 我們要搞什麼 啊,只要搞清楚一點 所以人家有才是小鬼嘛 啊,會長,口水亂噴啊 哎呀,抱歉 啊,不過不幸中的萬幸 那個沙航艇是舊型的 跟中央是沒關的 正式,有沒有關鍵都無所謂 為什麼我要去跟財團他們出面呢 那財血要怎麼翻啊 就是他們那個,就是獵人的那個工會 是工會嗎 會長,頭髮 啊,啊,啊 啊,啊 不過這個林卡五百好大喔 哇,真是有氣勢的老爹呢 那在旁邊那個女人哪,真漂亮 是嗎 嗯 有都會的女性的感覺 跟Yuria一樣 一樣漂亮 那個人 媽好像看到我老爹一樣了 真是不舒服 好像很生氣呢 還是別在意了 真是 張航艇 是說我們的船嗎 啊幹不然了 現在還有什麼船 你以為這個小鎮 一天有兩艘船會撞進來嗎 喔,說沒人來找他們抗議也真的不簡單耶 啊,大小姐回來啦 啊,怎麼樣 很多大事,很多事呢 船怎麼樣呢 哇靠 我們的夏立完全不關心有沒有撞到人 有沒有撞死人 他回來第一件事情就是問 我們船有沒有怎麼樣呢 放心吧,啊 船是沒什麼事 底下只是有幾坨好幾坨 紅紅髒髒的東西 我都已經清掉了 啊 那,沒什麼大事啦 就是 在港口停的那些船們 當成了緩衝的東西 對方的船沒事嗎 你可以不要再問船了嗎 你問一下人好嗎 人比較重 你可以不要再問船了嗎 所以我求求你夏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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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算是 也不能說是無事 怎麼會 夏立啊 多虧了這個 啊,鎮上才沒事了 啊,總之 別這樣擔心啊 你們可不可以關心一下人啊 我們的船能不能馬上修好 幹,你們怎麼一個一個都這樣啦 一個講完之後 下一個人問說我們的船能不能馬上修好 你們等一下要落跑是吧 修好之後馬上就閃人了 就是說以防萬一先調查看看吧 再看看 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 真的嗎 太好了呢 呵呵呵 幹,我快動不了 喔,我快動不了 這群人 看這群人根本腦子有動啊 然後呢 帥拉特呢 反正人那麼多 死一集就算了 老爹 我來說吧 夏立已經很累了 哎呀,抱歉抱歉 大小姐 你先回去休息吧 呵呵呵 喔,幹 我覺得好笑 看這群人撞完人 把人家家拆了 就回船上休息 謝謝 抱歉 老師,你們自己去跟受害者家屬講 我要回去睡覺,掰掰 嗯,果然是都會呢 有好多人在呢 撞死幾個他們也沒什麼反應 哎呀,好累喔 哇,老師被大家保護著 作為組長、代理 真是不及格呢 其實我會再繼續幾隻蚂蟻 今天看起來好像不能再說什麼了 再加油吧 這樣不行 對,那 萬一在這邊閒晃的時候 村子的水還在漸漸減少呢 等等喔 爸爸 村子的大家 睡覺了 你們為什麼不可以弄好好的一個床睡呢 不然夏立我吃虧點 我家的床見你吧 呵呵呵 好 今天如果可以問得到什麼就好了呢 今天路邊問問 同學同學 請問你朋友被船撞死了 你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心情如何啊 大叔 你老婆被船撞死了 你心情如何啊 小姐小姐 你男朋友被船壓扁了 你感覺如何啊 弟弟 你的媽媽被船壓扁了 你現在心情怎麼樣 妹妹 你爸爸被船撵過去了 你有沒有很難受呢 我去看一下那個 我去看一下那個